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雅 这都是谁 阳开绕着整个灵骁宫飞驰了一圈 默默观察许久 心中已有计较 如今既然已经回来了 那第一件要做的事 自然就是将小玄界里的人给放出来 只有早日融入此界 才能早点适应星界的天地法则 今日之后 灵骁宫的人口 当能突破十万之数 一声鹰蹄 一道人影急驰而来 带到镜前 化作一个精装的鹰勾笔男子 抱拳道 杨少 鹰飞啊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 杨开辉为一笑 鹰飞道 老杨少挂念 一切安好 正说着话 西雷与谢无畏也赶了过来 显然是三人察觉到了杨开的气息 只不过鹰飞的速度要快一些 所以率先抵达 纷纷行礼见过之后 西雷好奇地问道 杨少 你这是在看什么呢 看我灵骁宫 能容纳多少人 西雷呵呵一笑 咱们这里人少地广 但是凌风就不下百座之多 容纳个十几二十万 是不成问题的 怎么 杨少是准备打开宫门 广收门徒了吗 这倒不必 杨开摇了摇头 又随口道 对了 我刚从古地那边回来 三大幽王神色巨石一领 彼此对视了一眼 应非小心翼翼地问道 上尊们 没有说什么吗 匆匆见了一面 就被他们赶出来了 他们不是很欢迎我 杨开咧嘴一笑 回想起刚才凡屋等人的身态 还是有些感觉好笑 不至于吧 应非无语 虽然也能猜测到 三位圣尊为何不欢迎杨开 但此时也不好说明 西雷迟疑道 圣尊们 有没有提起我们几个 此言一出 应非与谢无畏 都朝杨开张望过来 提心吊胆 不管怎么说 他们如今还算是古地中的幽王 听命于三大圣尊 若是圣尊有令 让他们回古地的话 他们也无法拒绝 否则就是背叛 但就这么回去了 他们肯定是不甘心的 在杨开身边待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的机缘呢 这个时候走了也太亏了 完全没有 杨开摇摇头 看样子你们从今以后便是我的人了 三人对视一眼 齐齐抱拳沉声道 月孝全马之老 眼中满师振奋 圣尊们不将他们招回去 最好不过 他们也乐于继续留在杨开身边笑脸 虽说在林霄宫的日子清静了一些 也没什么事情做 但这却是能与那天行后人搭上关系的最好办法 好好干 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 杨开随口说了一句 言者有心 听者亦有意 让三大妖王愈发亢奋 回去吧 杨开反身朝下方飞去 不多时便落在了一处巨大的广场前 南门大军和便宇晴正在等候 见到杨开回来 南门大军急忙迎了上来 眷过公主 小子 你可算回来了 赤月归族 古苍云和艾欧也都迎了上来 杨开抱权行礼 无论他如今修为有多高 这几位都算得上是他的前辈 尤其是赤月和艾欧 那一个是岳母大人 一个是岳正 岂能不恭敬 小子 你又去哪里逍遥自在了 听说你连龙族都相复了一个 艾欧一脸不爽地望着杨开 说话间阴阳怪气 臭小子简直不成体统 在星域中便有四个红颜了 到了星期 居然还要张花惹草 居然还招惹了一个龙族 还有了极为亲密的关系 这让艾欧自然有些意见 面对龙族他不敢太放肆 对杨开就不一样了 管你修为多高 亏待我女儿便轻饶不了你 不仅仅只有一个龙族 艾欧还听闻冰星谷中有一个女子 与杨开之间似乎也有些纠缠 简直让艾欧有些适可忍输不可忍 若非实力不够 早就狠狠教训杨开一顿了 意外 意外 杨开额同冒汗 他只与苏延一个人提过 也不知道苏延告诉过阿罗和许月他们没有 不过杨开也没听他们询问过 意外 艾欧气呼呼的 你对得起那几个丫头吗 他如今在星月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小子 你又先进去勾三搭四 还不如想办法回去看一看他们 把他们也接过来 以你现在的本事应该可以做到了吧 正要与几位说这件事 杨开顺着话题接了下来 什么事 赤月狐疑地望着他 举位看看 这都是谁 杨开微微一笑 伸手在前方一扶 心神沟通寻解诸 大手扶过之处 一道道身影显露出来 苏延 下凝伤 扇青罗 雪月 极其显身 四女显然是在突然之间被召唤出来的 还有些发症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并肩站在那里 却是春蓝秋菊 各有千秋 剧都是风华绝代 南门大军和变语情 看得瑟瑟称奇 目光在四女身上扫了一圈 都是眼前一亮 虽然苏延等人的修为 在他们眼中不算什么 但这四人无论是谁 都是国色天乡之辈 寻常人若能得其一 便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可阳开却一下坐拥四人 尽享其人之乐 只让两人感慨 不可以是阳开 三大妖王的关注点 却不在苏延等人的容貌上 虽然不可否认 这四个女子 即便是在妖族中 也是绝美之姿 但她们却从其中两个女子身上 感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气息 尤其是那为首的深色 清冷的女子 身上那股气息 竟让她们都生出了一种顶礼膜拜之感 那气息与鸾凤有些相似 却更加华美高贵 她站在那里 仿佛屹立在云端 翱翔九天 俯瞰世人 另外一个妩媚的女子 虽然略有不如 但那气息却也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圣灵 三大妖王对视一眼 毛子里满是震撼 她们是妖族 对圣灵的气息极为敏感 所以一眼就看出 苏颜和善清罗两女 身怀圣灵本源 也就是她们的实力稍微低了一些 若能成长起来的话 恐怕自己等人绝非对手 阿罗 赤月惊呆了 正正地望着善清罗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刚才艾欧还说 就杨凯想办法去一趟星云 将善清罗等人接过来呢 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 善清罗真的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听到呼唤 善清罗正了一下 扭头望去 四目相顿 激动道 一眸 当年她与碧落两人 从中都世界离开 通过一个极为古怪的祭坛 直接传送到了地尘兴上 若不是赤月多加照拂 甚至收为异女 凭他们当时的实力 只怕早已凶多吉少 赤月对她来说 不但是救命恩人 也如再生父母 来之前她也知道 此行便能见到赤月 心中满是期待 另一边 艾欧也失神地望着雪月 后者眼眶发红 轻轻地唤道 爹 艾欧强忍着激动 汉手道 好好好 平安就好 扭头瞧了一眼阳开 之前的种种部分 已经阴霄云散 人家都已经回了英语 把自己的女儿接了过来 还要自己多说什么 苏颜与夏宁商 虽然没亲可认 但与鬼祖也是多年未见 自然上前行礼 古苍云眼巴巴地望着杨开 稀稀爱爱道 公主 你也回星月了 艾欧与赤月 可以直呼杨开的名字 甚至以小字称呼她 古苍云却是没这个胆量 老老实实地称呼了一声公主 是 才从那边返回 杨开微微一笑 那不知我建盟如今 古苍云一脸漆异地望着杨开 古前辈放心 这一趟我把古兄也带了过来 还有你们建盟不少人手 在哪儿 古苍云眼前一亮 莫及待会儿就能见到了 十多万人 洗在小玄界的某一块地方 杨开一时也找不到古建新 和建盟的日 之所以能轻松地将苏延等人换出来 自然是因为他们与旁人 没待在一个地方的缘故 大军山坡图拿来 杨开抬手道 南门大军不知他用意 却也没含糊 忙取出山坡图打开 煞时间图上亮起光芒 一刻缩小了无数倍的灵霄宫印 映入眼帘 群卵起伏连绵跌宕 就连最细小的一条水流和一个山丘 都能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东西出自南门大军和侯宇两人之首 自然妙道巅峰 杨开点了点其中几座山丰棍道 这都有人住了是吧 便雨晴探头瞧了一眼 开口道 正是 那叶千丰是耶恨老爷子 带着千叶松的人住下 武圣丰是赤月他们所居之地 他在灵霄宫待了也有十几年了 对宫内人手分布自然一清二楚 杨开点点头道 等会儿会有很多人出来 我需要你将他们安置一下 有多少 便雨晴问他 十几万 此言一出 众人皆都倒吸一口凉气 灵霄宫一直以来人数不多 杨开也没有广收门徒的打算 自从灵霄宫创建以来 似乎就一直封闭了山门 大家都不知道杨开的意图 直到此刻才明白 他是为了今天做准备 这么多人的话 我向一些人手帮忙 便雨晴道 可以叫千叶松的人过来 杨开点点头 我先把他们弄出来再说 便雨晴立刻取出传讯罗盘 往内灌入神念 显然是在召唤人手 而杨开则是祭出了玄界珠 黑气缠绕之下 巨大如蝌蚪般的滚滚 悠然现身 张开黑幼幼的大口 横更在天地之间 从滚滚身上散发出来的 那骇人的气息 让三大妖王都微微变色 他们甚至不知道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并非血肉之躯 却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从那大口之中 一道人影率先冲了出来 左右观望了一下 一脸震撼 呆立当场 不是旁人 正是梦无涯 四周浓郁的天地灵气 让他简直以为自己 置身梦境 相遇之中 幽暗星灵霄宗所在之地 天地灵气已是首屈一指 可与此地比较起来 简直犹如云泥之别 甚至不需要运转功法 那灵气竟顺着毛孔 往体内钻来 让人身心舒畅 又一道人影 从滚滚口中走出 第三道 第四道 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杨凯朗声道 诸位莫要驻足 往前走 往前走 后面还有人要出来 待他提醒 先出来的一群人才回过人来 彼此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各自眼中的振奋 他们早就得到消息 这一趟是随杨凯去一个 叫星界的更高级的世界 如今看来 显然已经是平安抵达 只是他们根本没想到 这个所谓的星界 竟有这般优渥的修炼环境 星界寻常的地方 自然不会如此 就算比星域好 也不至于让人生出 天壤之别的感觉 可这里是灵霄宫 是问情宗遗址 本就是北域 数一数二的洞天浮体 灵气岂能不能浓郁 源源不断地 有人从滚滚口中走出来 不大片刻功夫 光场上 天空中 已经挤满了人 这个时候 千叶宗的人 也在夜恨的带领下 骑骑赶了过来 人数不多 只有几百而已 乍一见到这场景 也是吃惊不少 询问了一番 才得知 这些人居然都是 从夏卫面星域过来的 历史将扬开 惊为天人 对星界舞者来说 从夏卫面星域过来的人 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若不半途夭者 问顶帝尊境的机会是很大的 只因夏卫面星域的修炼环境 远远比不上星界 刻苦的环境 造就了他们成长的潜质 星界之中 也不是没有从夏卫面星域过来的舞者 但那都不过是零零散散 何曾有这般壮观的场景 成千上万的舞者出现在广场上 还有更多的人不断地走出来 这些人如今的实力 虽然不算高 但只要有充裕的时间 定能成为灵霄宫的根基 杨开也没工夫 与人闲聊什么了 与便与情凑在了一处 对着灵霄宫的山坡图 指指点点 声讨不断 为这些人划分地盘 和入住的山峰